看课,胡海峰屡心向习表中太子党试图多重诡辩祖图,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胡锦涛之子,前浙江嘉兴市长胡海峰,本月出生任中共浙江省李水市委书记,日前他在上任后首次公开活动中,特别引用习近平在李水言论,中共太子党近年成退场之势,胡海峰,被视为最后一个希望, 但这次升职过程颇有诡异情节,胡海峰任新职立马表中引用习讲话,香港明报,昨日10日引述浙江李水日报9日的报道,指出胡海峰6日在岁昌县调研时,表示全市上下要紧紧围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长江经济代发展座谈会上,102字李水至赞的指示精神,扎实推进绿色发展, 云银习近平4月26日在该次座谈会上,肯定李水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以及在生态环保上的努力,这被李水市政府官方报道,称为李水至赞李水,与民北相邻,是浙江面积最大,也是最贫困的地级市,但该市也被称是中国生态第一市7月2日, 中共浙江官方发布人事任命,中共嘉兴市前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出任李水市委书记,李水市委前书记张斌,调任嘉兴市委书记,嘉兴市委前书记鲁骏,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党组书记,并被提名为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党长胡海峰升官, 虽是外界预期之中,不过最终结果仍令人多少觉得意外,胡海峰图片来源大纪元胡海峰升官不算坏,但被指太子党最后希望胡海峰,作为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之子,试图一直备受关注,胡海峰历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6年3月,担任嘉兴市长, 2017年4月连任嘉兴市长胡海峰近两年已几度传出要升职,但最后传闻均落空,直至本次任李水书记此前,浙江省政府网站6月25日发布两名逆题把任用省管干部的任前攻势其中,中共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拟任社区市党委书记,当时有分析认为, 胡海峰将出任中共嘉兴市委书记,但最后坐实调任李水,尽管出生于1972年11月的胡海峰,此次调生后,成为浙江地级市中最年轻市委书记,但他仍是政厅级,至此胡海峰担任厅官,已超过8年胡海峰,早在2010年4月,不满38岁的他就担任了政厅级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 而现在他担任的李水市委书记仍属政厅级,对于胡海峰的仕途发展外界一直有多种分析,台媒中央社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胡海峰升官路不算快递主要原因是胡锦涛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受到快速提拔, 港媒《东方日报》则认为胡海峰的仕途走向不可限量 在50岁之前,胡海峰有可能进身为副部级,长远来看,有机会问顶副国级胡海峰被看好的原因,除了其父胡锦涛和习近平是政治盟友外,胡海峰还有一个优势, 即与清华系有一定的关联胡海峰长期在清华大学的相伴企业工作,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是现在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的陈希,陈泽是习近平的同窗和目前的重臣, 而胡海峰,曾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该院是由陈希与习近平共同主导下,成立的法广7月2日援引报道称,在中共太子党没落之际,胡海峰,被指是中共国家领导人家族中,相对低调和较具潜力的代表报道,援引消息指,胡进入中南海被指几乎指日可,但是中共太子党最后的希望习近平上台后, 直至今年上半年外界发现,中共太子党已纷纷从党政军和国企的明星,位置退场包括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前总理朱荣基之女朱燕来,邓小平女儿邓南等人,目前胡海峰公开在官场密室升官,故而成为关注点中国问题专家横河,早前对美媒表示胡锦涛儿子胡海峰, 能够在中共人事布局中平安地脱颖而出,有两大原因,一是胡锦涛没有野心,向来以循规蹈矩名声在外,而且他还帮助习近平清洗江泽民势力,对于习近平打压团派也视而不见, 二是很多红二代在山界没有从基层,开始从整,底层上来的红二代资源比不上太子党更不成威胁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要借胡海峰给其他太子党树立榜样胡海峰升官遇诡异情况,曲线升职被指不寻常胡海峰,最近这次升官也被发现存在一些异常因素,其中一个令人关注的情况就是,正当浙江官方发公告公事, 胡海峰,民生官之际,6月30日嘉兴市,发生民众到市府市危抗议争地,并报警民冲突,数百民众冲进政府大楼,尽管胡海峰升迁看起来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嘉兴市委书记鲁俊,市长胡海峰这次同步调离,仍然引起一些猜测 另外,胡海峰被公事升职期间,网上突然曝光,他有两个官方版本年龄,且柔有北京背景的多维网进行炒作,其中一个版本是在今年1月30日,浙江选出的94名浙江省,出席第13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中共人大网站上的代表信息显示,胡海峰的出生日期为1972年11月, 还有一个版本,是浙江省政府新闻门户网站发布的,胡海峰信息显示,他1970年出生目前,该网站胡海峰出生日期已经显示为1972年11月,不过在网上搜索胡海峰个人资料,仍能找到关于他1970年出生的新闻在中共党媒,人民网地方领导数据库,中也显示胡海峰是1970年出生在中共党媒, 官场集市图升迁中,年龄是一个敏感因,素近期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要培养选拔可靠接班人,官方胡海峰的年龄,被传出两个版本,背后是何种势力所为? 令人猜疑名报此前报道认为,在现今中共政治区内,70后,已经算得上是年轻人公开报道显示,在现今中共的官场中,70后的官员,还有六人官至胡海峰之上。 而与其父胡锦涛相比胡海峰,看似风光的仕途,就显得有些逊色。 胡锦涛早在1982年,出任正部级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十年仅40岁时平人士崔氏,方在海外媒体撰文指出,胡海峰鞋分量最重,但已显过气的顶级官二代,声明如果在过去从嘉兴市长直升嘉兴市委书记,是不会存在多少阻力的。 但他最终仍走了曲线升值的路,就不太寻常。 文章说这将有两个副省级城市杭州、明波这两个市第一梯队另有九个地级市其中温州、绍兴、开州、嘉兴、金华,属于第二梯队湖州、渠州、州山、比水为第三梯队。 11个市中嘉兴排名大概在第五、六位刚好居中,李水虽然山清水秀却排名常常垫底,故此胡海峰从嘉兴这个第二梯队的二把手,变成李水这个第三梯队的一把手利好,中获利有限。 而接任嘉兴市委书记的张斌,比胡海峰年长六岁,2018年二月才刚从开州市长调任李水市委书记,仅几个月就佑,调党到嘉兴文章指出,这样着急的林郑坏将,说明高层此前的考虑确实有可能是让胡海峰原地升值。 但因为某种突发因素,最终调整了方案文章认为说,胡海峰升值幅度缩水,但应该受突发的嘉兴市秀州区七星镇村民,攻陷镇政府事件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中共治下遍地开花的维权之火,虽然烧得很猛,但很少会烧到官员的乌纱上去,因为这是体制之恶,并非某个官员的特别发明中共惧怕其他地方的民众也有样学样。 高层一般不敢拍板换人文章说,更大可能的原因应该是胡海峰升官的消息,太早受到外界广泛关注,令中南海产生了某种故技,最终选择从走一中步改为走一小步,以减少国际影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与现当选者,对前朝太子党的未来规划,确实都在整体下行。